歡迎收看收看關心電風的婚鈴新聞 早期的農業社會農民大部分以無車來作為主要的交通工具 因此有這個無車店接口特殊的生業 正經投稿頂來大約有四斤的無車店現在只存一間 為了中山路的這間無車店不僅由第三代業者領郵準來接受經驗 現在主要在賣農骨 他表示現在無車最大的用途是在用來作觀光 以及電影電視叫來拍機 頭過頭見頭做一個透過了解這間無車店的故事 頭過認真幫人家修理農骨 這是透過只剩一間的無車店 早年農業四代農民大部分都用無車來台北 交通發達的透過地區也因此開了這麼多無車店 不過隨著時代改變漸漸怪問 現在只存一間在中山路幾乎無車店還在營業 以賣農骨為主要收入來源 國客對他們的產品是都相當的欺負 因為現在牛車比較少人修理了嘛 就是收入的部分就要做一點轉變 所以就變成現在都專門在賣就是人力用的農具 不管是你要除草的還是要做田的還是要翻土的都有這樣 這間無車店目前已經團成到第三代 顯然壓制人由準原本在台北吃頭路 因為爸爸年老歡迎鄉吃手 他表示現在來修理還是製造無車的人是非常得盡 他們家不會農骨還是修理農骨 身為無車店主要的工作 回來三年多了 我會回來接手是因為爸爸年紀大 他之前又開到住院 然後沒有人顧 所以就回來順便照顧家 本身因為從小就是都要幫忙 只是會的東西沒有那麼多 還是之後回來之後才繼續又學更多 那最少來就用 甚至還有買中國牛車等一處收縱的 這也算是讓牛車生命繼續嚴肅的一種方式 牛車店現在台灣已經剩沒幾家 因為時代的進步 牛車已經都被慢慢的淘汰 那目前大部分的話 都是觀光園區買回去做光閃用 或自己家裡做古董用 要拍就是傳統的一些以前的電影的 拿就是租去做場景用 像之前那個公司拍的牛車來去 他們就借了四五台去做拍戲用的 雖然牛車和林林隆久 在未來會漸漸被出台 不過林隆尊表示 只要有人還需要就會繼續做下去 為保留團統的行業來努力 繼續方便採訪報道